來 大家早知道 這個話聽有啦 有齁 有問題嗎 可以齁 好 來 今天那個 第一次聽要聽唱歌好嗎 好 你們是怎麼會來這裡聽這個 人家說這裡詐騙集團 新聞都說這裡詐騙集團 你們怎麼會來聽這個 來 聽看敢是大便集團 你的動機是什麼 了解台灣 沒有來這邊不能了解嗎 比較零碎的資訊 今天第一 這個算是 從昨天晚上算是第一堂課 這個算是今天的第一堂課 這堂課為什麼會拍在這一節 因為前面的問題的那個節 先打開之後後面就會通了 我們台灣多數的人 第一個自己打不開 怎麼打就打不開 所以才會說解讀與解讀啦 第一個解讀的那個讀是讀數的讀 第二個讀是讀取的圖 那如果你沒有來這裡 你網路你會這樣子 全部的課程這樣子 從頭一直看嗎 很難啦 很困難的嘛 那外面的新聞 我講的外面的新聞就是 現在的主流媒體 什麼插天啊 插BBS 什麼有的沒有的 他對台灣民政府的解讀就是詐騙集團 但是很奇怪喔 這個詐騙集團存活了很久 還有一個固定的地方 持續的存在著 我有很多人 朋友啦 以前有做過詐騙集團 有來金盆洗手 他在跟我說說 他們詐騙集團怎麼詐騙 他就去買那個什麼 日本什麼健康儀器就對了 到處去詐騙 他們一個地方的據點不能停留太久 然後到另外一個地方 我的朋友 有一個比較的 明年白白 穿一個白色的衣服 跟他繡什麼醫師 再掛一支金色的眼鏡 喔 醫師 日本來的醫師 他就拿一個機器 說 都騙老大人 都在機器 看他這樣走路不走路 他就在機器有一個小開關 把那個 就到那個腳那裡他就把它擬下去 喔 你看 你這裡有問題喔 有喔 有喔 他就大家這樣 一組醫療器材 20萬 他們特別喜歡農民老阿伯 因為那個錢很多啊 有一次騙到將軍 喔 不得了啦 趕快跑 騙到將軍啦 好 我要說的就是 上面集團它是一直在流動的 它不可能讓你乖乖待在那裡 來 所以你怎麼去解讀台灣民政府 你要來了解 來了解 來 我們第一個要解讀 解開的讀是思想上的讀 因為我們思想上 那個教育根基 已經在很小的時候 已經奠定了 這個東西已經錯誤了 哪裡錯誤 第一 台灣人對自己的歷史觀點 是站在中國人的立場在解讀的 這個就錯誤了 台灣人對歷史的觀點 是站在中國人在喘息他們家的歷史 不是我們自己的啦 來 這裡的問題 這裡的問題 311AIT設海關 你知道這個新聞嗎 不知道齁 我們看那個新聞 311 為什麼AIT會設這個 一個關卡 我們來看那個影片 有 這都是我們台灣地位的問題啦 可是台灣現在有很多的論述 很多的派別 我們等一下再說 來 你先看這個音樂片 這個是311大地戰的時候的新聞 還暫時住在飯店 而同時AIT也已經宣布 他們為了要協助美僑順利的撤離 所以今天開始要暫時停辦美國簽證 凌晨一點 第一批從東京撤離的美國僑胞搭專機抵達桃園機場 他們在我們出國的那個移民館的前面喔 不是在後面啦 不是已經入關 是在那個移民館前面 排桌子 得到白雷就是我們這種桌子 他就可以接台 美僑為日本一來 你注意看他的對話啦 你有沒有看到他有一個閃光 他問他有沒有你要待多久 他不是說還不確定 中文字號碟再跟你接一個 他散光過接一個 只有今晚 你知道嗎這是簡潔的耶 因為他問的跟他回答的其實是兩件事情 好來 我們繼續看 每天高達300人次的美國簽證服務 今天晚上要是有人來台灣一定比昨天晚上多 台灣的這個簽證的部分 還不清楚我們這個週末決定 因為我們在 都是AIT發言人 在講話 日本告訴我們要是有人繼續來台灣 大概7點到台北的時候 差不多6點多才宣布嘛 無奈而已 昨天有收到訊息說不接聽辦 讓我們看一看 還有一個沒剪接 看那個沒剪接 你就知道說 媒體在操作的那個手法上面 他會擷取一些東西 誤導你認為那個事件就是這個樣子 阿哥來 那時候要去辦簽證 其中第一班今天凌晨1點45分抵達桃園機場 這也是台美斷交之後 首次美方大規模的官員 剛剛那個穿紫色的女士 你看那個影片 甚至還有好幾個 還不到1歲的小嬰兒 躺在媽媽的懷裡 這群從日本撤來台灣的美橋 每個人看起來都好疲累 因為抵達台灣的時間 已經是凌晨1點多 由於不是每個眷屬 都具美國公民的身份 AIT也在我國入出境管理局的協助下 緊急在機場設立臨時的櫃台 期待這些臨時來的過客 其實這一回美國宣布撤僑非常的倉促 所以美橋也沒有準備 臨時通知不達24小時 就被安排到韓國和台灣 其中人根本搞不清楚 到底接下來要怎麼辦 我們正在通過 所以要多久會留給你 我不確定 我只要看我的文件 沒有 沒有 要不要說的是這個 他不是說駕駛駛駛駛 如果他們來台灣 我會回到英國 我會想要回到英國 搭著巴士趕緊準備到飯店休息 你注意看我的文件 這種美國的僑民 公民來台灣的時候 他都要問他 你要搭多久 人要搭多久 看你什麼關係 重點是 這些人 他第一位是 美國的軍人的家屬 家屬搭多久 因為 只要有關美國的消息 美國的問題 都是AIT發言人出來說話 都是AIT發言人出來說話 AIT沒有一個程度 他代表在美國的聲音 和管理喔 沒有一個程度 所以你注意看喔 那邊F18 那邊機器沒有 停到機場 AIT出來說話 之前摩拉克 沒有救災下來 AIT 都是AIT 台灣民進府在這些論述 在說 美國 占領台灣 軍事占領中 還在占領 就是這個現象你看到 之前人都不選 你跟我說人都不選 問題來了 占領中 我們在說 這個 這個台灣的地位 到底在什麼會 我們說 這個 中華民國的總統 選到的時候 都要接到一個美方的賀電 才算成立 為什麼每一個選總統的人 都要去拜訪美國某個官員 為什麼不去拜訪英國 不去拜訪日本 不去拜訪法國 為什麼就是要去拜訪美國 我們去思考最後面的這個結構性 再來 我們來看 台灣人無國籍 台灣人沒有國籍承認的政府 這不是台灣民政府說的 這是我們去美國之後 美國的歡迎 在判決書上面下的 所以我們在這裡 過去我是台派的 我們在這裡自嗨 我們選出我們的總統 阿彬亞總統 是我們台灣人的總統 他還很感動 你要知道這個 所謂的台灣人的總統 他是發什麼會 宣布 宣布效忠 宣示效忠成為總統 他發什麼會 他發中華民國憲法 台灣人的總統 台灣人的總統 問題出在哪裡 出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 舊金山和平條約 簽了後 我們台灣的總統 宣示在那邊 沒有一個 一個 我們說 確實的 國際的 法人的人格 在身上 沒有 因為二次大戰之後 麥克阿瑟 就宣布 蔣介石 代表 盟軍 來接受 我們大日本帝國的投降 現在問題再來 外面很多台派 說不是美戰 是盟戰 不是美戰 是盟戰 我們這樣說的 美戰就是 舊金山和平條約裡面 他有主要 佔領全國 那個叫做美戰 你說盟戰 這樣巴士要有分 巴士要是不能說 欸 我來台灣 你是不是要 給我一些禮遇 要怎麼用 是不是 你看盟戰 紅杜拉斯有分 海底有分 你如果是盟戰喔 他們可以說 我也有佔領權 只是主要佔領權 是美國啊 我也是其中一分 一分子啊 我也有佔領權啊 我是不是能幫你 發檔發塞 美國啦 主要佔領權 就是美國 好 我們來看這個 沒有國際承認的政府 請問 我們現在這個是什麼外國 你認識台灣 有人說 這是我們台灣政府 這是我們台灣總統 這是我們台灣的軍隊 結果出了什麼都不是 奧運 這是台灣隊 你蓋這個 李約奧運這遍 怎麼知道 原來 那五個圈圈 代表的是難民啊 後來我們才知道 原來 當年國民黨 所謂的中華隊 他是用難民的身份 出賽的啦 只是他下面多了一個車輪牌 讓你覺得說 欸 好像是我們的 不是啦 安倍說 啊 北方是島 躲回來 躲回來 我們如果看這個 你沒有從國際法的角度去了解 你不知道後面在說什麼 奇怪 怎麼安倍在把俄羅斯躲 躲土地咧 我們搞不懂這是什麼啊 你去打那個新台灣論裡面就下到 北方是島 北方是島 也是二次大戰之後 那個 在軍事 在還沒簽 那個和平條約之前 要宣佈 軍事佔領的時候 分配給俄羅斯佔領的啦 跟我們台灣一樣啦 一直站著站著站著 就74年過了 站到他們自己解體 然後又規 這個佔領的權 還是歸給俄羅斯 過一直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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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來找一下 你注意看他比較小 為了解決 北方領土問題 未來藍土努力想辦法解決 締結和平條約並不容易 仍然要 漸漸的朝目標前進 為什麼要締結和平條約 我們的印象當中 二戰之後 日本跟俄羅斯有沒有打過仗 沒有啊 為什麼他要跟他締結和平條約 因為二戰 俄羅斯沒有跟日本簽啊 究極戰和平條約裡面沒有二手羅斯啊 沒有跟他簽 沒有跟他簽 表示我們打仗之後沒有簽和平條約 我們還是一種敵對狀態啊 我們還是一種戰爭狀態 這裡要牽扯到戰爭法的問題啊 戰爭法有宣戰啊 有戰爭進行中啊 戰爭結束的時候 或者是停止戰爭要怎麼停 南北韓還沒停止呢 他只是那個修兵這樣子而已呢 他還沒終戰還沒終結那個戰爭啊 這邊川普出來 欸 竟然他可以跨過那個 30幾啊 38.5啊 他可以跨過那個停戰線那邊 這不簡單耶 啊 雖然最近還要打臉啦 但是那個 國際局勢一直在改變啦 我們注意看啊 普京告訴 我告訴你 如果沒有這個 俄羅斯佔領的這件事情 就不會有這個新聞啦 普京告訴安倍說 可以歸還北方四島中的兩島啦 好啊 如果你是安倍你覺得要不要 好不好 欸 投降輸一半耶 可以這樣嗎 如果可以這樣子的話 來 中國 國民黨說 欸我們佔領台灣澎湖啊 那我們可以歸還一半 你請問你要哪一半給他 我們台灣給他 啊然後 我們全部人跑到澎湖去住嗎 如果你是 你是中國人 你會要哪一塊 還就全還啦 他有在還一半耶 他有在還一半耶 他有在還一半 我跟你說他還一半 他把他簽下去 那就聽下去喔 簽約那就聽下去喔 這個喔 不是鳥啊 這是島 這是島 之前有人的 眼睛不好說 欸 怎麼會 四鳥中的兩鳥 不是啊 來 這個新聞很奇怪 我跟你說 你如果現在要看新聞 你就要注意一種 軍事的啦 國安的啦 國防的啦 美國啦 中國啦 日本啦 菲律賓啦 越南啦 南海的啦 這一類的議題 這類的關鍵字 那種新聞才是大事情啦 那你如果說 什麼 買包子 不加辣椒 我說那種拍啦 什麼拍的那種新聞 那就不要看了 那都是垃圾新聞 不然就是有一些電視台 一直在報韓國的有沒有 韓國的新聞 報的三分之二的時間 都是在報的 那種就是 差不多是不用去看的 最近沒有人在抗議 一兩間大學生 或是在抗議 不能看那幾間 對 看那麼久了 才知道不可以看 這都中毒太親了啦 你看 你如果想這個 你看每一台新聞 你都要解開啦 因為你會從客觀的立場去解讀它 你不會被它的思想帶著走 台灣人現在最嚴重的問題就是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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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請舉手 黑色的小白兔啊 有沒有 有沒有 沒有吧 為什麼沒有 矛盾 對 矛盾 因為矛盾率 就是我們腦袋裡面的理性的邏輯 基本原理 你一台電腦裡面 所以城市運作的基本原理是什麼 它的語碼就是0跟1嘛 那就是基本原理 我們人腦的理性的基本原理就是邏輯 矛盾率 排中率 還有統一率 什麼叫排中率 排中率就是沒有中間灰色地帶啦 而且那個人不是死了就是活了 沒有半死不活 沒有那個東西 他活著 雖然他不能叮噹 但是他就是活著 死的就是生命 跡象儀器都測不出來任何的數據 那就是死了 生跟死就是差在那裡 這就是排中率 好 共軍斬首總統撤離 模擬共軍斬首總統撤離 很奇怪 我們先回到煉獄裡面的思維 我們選出一個總統 結果他模擬 他將來會被斬首 然後他準備要撤離 請問他撤離的時候 台灣人民在哪裡 我們不就是待在現場嗎 我們投出來的人他要撤離 這個喔 我稍微把字還原一下 你就知道 模擬 中國 共產黨 解放軍 斬首 中華民國 國民黨總統 這樣 你就知道 國共內戰 國共內戰 是中國人的內戰 當他們內戰一方 打輸繞跑的時候 跑來我們這邊 結果我們加入他的陣營 你說台灣人有鼻子嗎 他怕輸 走來我們這裡 結果把我們背 你知道嗎 他說我以前很厲害 剛才很厲害 我們轉戰千里 我們以前什麼 死守四行倉庫 我們什麼823 我們古靈頭 你這麼厲害 你胎不回去 我們就是讓他感到無邏輯了 他就把我們聲道說 喔 以前那個共產黨多壞 都多壞 現在去大樓 我們結果他還在 躍躊金 你知道嗎 等國民黨說他多壞 都多壞 國民黨說日本人多壞 都多壞 我們不記得228 我們不記得 台南的那些賢敗的人 就是這個人 現在他們的子孫 這樣 吃到圍爛爛 我不是在挑起種族 什麼對立 什麼會 我不是說的 那是這個歷史的進程 他就是這樣 我不是說 你回去你家裡 那種第二代第三代 你就可以說好春夢 你如果要結婚 你就要離婚 我不是在說這個東西 我現在在說的是 他的歷史的進程 就是造成今天 台灣社會的現狀 就是這樣 來 來 AIT 這個都是AIT的新聞 AIT 新冠 就開始說 之前就說 會駐軍 會駐軍 再來是AIT 就說 交友美籍人員 與當地雇員合作為安 很緊張 結果呢 他開幕的那一天 還有一天人 走去他前面那裡抗議 如果沒有這些事情 他怎麼會去抗議 如果不是美戰 他在抗議什麼 這是中國之前在南海 他說他經濟強了嘛 做了那個 海底抽沙船 天津號 說一天可以抽幾萬檔 造了一個島礁 做出來之後 他把他的武器弄上去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來講 來 就是這個 1958年9月4號於北京 這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關於臨海的聲明 聲明就是 Decoration 就是開羅宣言 那就是一樣的意思 用說的就對了 我先說 這是臨海的聲明 他說臨海的聲明呢 說什麼呢 他說 中國的臨海 基線以內包含 渤海什麼上面的 東銀島 高登 馬祖 這裡有大小金門 大膽二膽 有嗎 有 去這裡做兵的人 應該都知道吧 來我請問大家 這裡有什麼大膽二膽 金門 馬祖 這些都什麼人的土地 這是中國的土地 但是台灣人 就是什麼人 就是民進黨這壁人 對 民進黨這壁人 你如果去查 你去查 Google你搜尋 民進黨 過 空一格 前途 決議文 他就會找到一筆資料 他裡面有歷年來 民進黨對於台灣的現狀 台灣的決議文 台灣的前途 什麼東西的 開會的議事紀錄 還有他的聲明 他的主張 他的論點全部在裡面 他裡面就有說到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依憲法稱他的名字為 中華民國 領土不擴及中國大陸 他的領土範圍只涵蓋 台澎金馬 民進黨說的喔 民進黨說的喔 跟別人都做他們家的啦 吃東西就是吃東西在這裡 那你如果要用港的 我說紐約我愛 那不是比較爽嗎 紐約 舊金山都我愛 整個東 那個什麼 那個加州都我愛 來 你注意看 你注意看 這裡 快點不把台灣搜下去 結果他另外一條 又把他搜出來 這樣奇怪 你怎麼不把他搜到做會 他搜到第三條 他說什麼 一切外國飛機和軍用 船破未經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許可不得進入領空 任何外國 船破在中國領海航行 必須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有關法律 最近不是美國的軍艦都進來了 都塞進來了 當我們在說美戰的時候 當我們在說美戰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正視一件事情 美戰就是武力 在這裡就有嚇 台澎地區仍然被美國武力侵佔 這批聲明 我要稍微給大家看的一點就是 當台灣人在否認美戰這件事情的時候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他是承認這件事情 當台灣人被蒙在谷底 被放在警笛 都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麼的時候 中國人他就知道 台灣澎湖的現狀 台灣人民不知道 當全世界都知道 結果我們自己不知道 這就很吃辣的地方 你注意看 他這裡 兩項規定就是他們的一二 他說這就是領海的意思 同樣適用於台灣籍周圍群島 澎湖列島東沙 東沙在哪裡 南海 西沙 南沙都在南海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 南海是我中國的 如果是你中國的 為什麼你還要自己造一個島 你不直接登陸 東沙西沙南沙 為什麼 你為什麼還要造島 因為 不是他的 他就沒有辦法登上去 沒有辦法登上去 他就想說 我自己做一個我做的 我做的 你覺得這樣可以嗎 我造一個島 我自己登上去 可不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 因為如果可以的話 如果可以的話 他到世界各地都要造島了 對不對 你要知道齁 你要知道齁 我讓大家看 在這裡 在這裡 在這裡下來 我沒辦法放大 連接大陸岸上 南河沿海岸 外離島嶼上 各基點之間的 各直線為基線 從基線向外延伸 十二海裡的水域 是中國的臨海 這他用那個海洋法 他要用這條 等於可以設一個島 他就可以畫出一個基線 用那個基線來延伸他的海域 他要做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 如果不清楚 我們就會想說 怎麼會有這種新聞 來 美國太平洋艦隊證實 軍券通過台灣海峽 就把你塞過了 有經過中華人民 共和國政府的同意 最近 我跟長仔一起看一個新聞 他說中國解放軍最害怕 在台灣的美國軍事力量 在台灣的美國軍事力量 有些人說沒有美戰 我們現在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主權獨立的國家 為什麼有美戰 這都跟你說 這就是美戰 美國來這裡在執行 他的佔領的責任 他在執行嘛 對不對 他在執行他的接任 我再跟他說 我在執行我的接任 我在扶接任 我在做我的事情 很奇怪 所以他現在美國軍事力量下去了 他會非常的頻繁 甚至有一天你在基隆港 在高雄港 你看到美國的軍艦 都不要太意外啦 我們習慣會看到美國人 學習 享受美國時間 應該是下一周啦 下一周的課題 來 你要看 美海軍導彈驅逐艦與補給艦通過台灣海峽 什麼叫導彈驅逐艦 導彈驅逐艦就是 他日落就有導彈的飛出去 在那個導彈的發射範圍 都會對 所以不見得眼睛要看到你的 看到你的軍艦才能打得到你 他只要衛星看得到 他的導彈就可以鎖到你 奇怪 大家都不會看這個 川普簽了美國的國防受權法 總統說了算 什麼意思 你要知道這張相片的意思喔 這張相片後面叫做軍事力量 就是國防部 拆在那邊說 來 你授權法你自己簽下 我們軍事 軍事單位 為你站起來 做你的目標就對了 所以 川普出來 一開始在選的時候 我們每次要試 說跳樑小丑 學不會講話對不對 後來知道 學不會講話不是他 是另外一邊的 C小姐 對不對 不是四季的四 那是Hillary Hillary 應該說Hillary Hillary 再來 美國又開始打 用情侶打 打中國 用情侶打 打中國 你知道打中國 又打到什麼人 你知道嗎 打到跟中國合作的人 我現在知道這件事 我是無意中知道的 因為 事關秘密 打破 你 打破 你 打破 你 打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原來 碰到中國 碰到中國 碰到又來 既然國家 這是我 側耳聽到的 不要把它當作主要論述 這是我們私底下的經驗 就是這樣 所以你看 美中貿易有什麼關係 我們最近 新的航空 開始接著單 接著什麼單 從中國 碰到回來的單 就是說 本來要在那裡生產的東西 都碰到回來 臺灣在做 所以會結束沒用 我說 欸 你這樣不是很好 很想嗎 他說沒有喔 這個碰下去就回來了 就回來了 所以 人們看美中貿易這麼簡單 這個東西 裡面有很大的競爭力 全軍會 撻到中國最後的第一集 牠在纖 optimistic 人家住的 нрав ecc 人民 är ítang 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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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點илось 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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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來披inho cable 以後補 集點 有一堂 你們就分析了 所以他在這裡要做一些基本防線 來 看這個 今年 應該 再來幾個月了吧 新的天皇要起來了 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喔 歷史上第一次 天皇在位 生前在位 退位 然後新的天皇登基 這第一次 來 這個新聞 其實不是什麼新聞 這新聞重點是 台灣民政府去 把天皇祝壽 然後拿著台灣民政府的旗 進入這個皇宮 這件事情 特別有意義 有人不知道這個意義是什麼 所以有一些台灣共和國的 他拿他的旗子進去 我命也欺負 你看 我也有拿他 現在是在比賽 拿旗子送那麼多喔 沒有 那種抓旗子 抓去 那不是什麼重點 重點是 為什麼台灣民政府要抓這支旗子進來 會意義在那裡 因為緊急發力來找啦 緊急發力 195年 求古今山合併 那個條約 簽進前喔 都要再軍事暫停狀態喔 也就是說 我們 為195年一直在跌跌到 古今山合併條約 又要再在跌 我們那個時候的 新聞還要再都是 大日本 大國的 那個 大國的 身民 陳敏你知道喔 所以 利用 漸漸漸漸漸 古今山合併條 簽了以後 日本在那裡 日本政府在那裡放棄 他的 right claim entitle 這三項 我們的國節不下去 我們經過法理才知道 喔 原來 我們的國節 是大日本國 的身民的這個國節 但是大日本國因為憲法改變 現在他的政府對我們沒辦法有什麼作用 沒辦法做什麼事情 但是我們要跟天鋒說 你這個 土地 在1945年 1945年那裡有 留一個 調書 留一個教書 留教書之後 所有的市民地的國民已經變市民了 因為留那個教書 給這個大日本國憲法 可以實施在這個土地 在這個市民地上 所以這個市民地的性質已經變經了 所以 聖土 所以我們的法度在那裡喔 我們今天 我們說 日暑美戰那個日暑的日不是日本國啦 是日本國的法人天皇 為什麼 因為所有的財產土地人民百姓所有的東西都屬於天皇的 天皇才是那個國家的法人 他才有所有權 天皇不是說 什麼 大政天皇 昭和天皇 名人天皇 不是在說那個天皇那個名字 是說天皇那個法人的位格啦 好 講到這裡可能有些個活活啦 來 美戰 美國軍事佔領 佔了 某一些土地 那請問這些土地 的所有權人是誰 所有權人是誰 我們要問的是這個 有人說 是盟戰啊 這土地 的所有權人 是所有住在土地上的百姓啊 所有住在土地上的百姓 是不是 架過來也算 那民進來的也算 或者是 任何人進來只要住到一段時間 拿到工作證 拿到身份證也算 如果這樣就沒有辦法定義了 再來 2300萬的百姓 都擁有這塊土地的所有權 那我可不可以宣稱 這塊土地的面積除以2300萬 我就擁有那一塊 是別人不能奪得的 可不可以這樣宣稱 你的根本就不知道什麼叫所有權嘛 這些土地上的植物 會生長 會枯萎 會死去 人也會出生 也會死去 這些土地總有一個所有權 歸屬者吧 所以 靠那個法人的概念 一開始 天宏 持有 台灣跟澎湖 不是 天宏跟人生怕 不是為了台灣澎湖去跟人生怕 是 大清帝國跟大日本帝國戰爭之後 打敗了 那個大清帝國被打敗了 他的天皇跟我們的天皇簽約說 啊不 就那兩塊 那個 邊疆之地 邊垂之地 台灣澎湖 割給你好了 因為 因為大陸 型的 思維 他們覺得 土地 比海島好 那個只是海島 還要 坐船過去 麻煩那個 發展不起來 那沒有什麼 我們這邊土地多 物產豐榮 對不對 炎黃四座 東亞成雄 你看看 洗腦洗到多親 這種東西 這種東西 這個比較有隔壇啊 你那個台灣澎湖 沒效啦 那還有煩惱的跟台東頭 所以你隨便看 我們拿這支味道是在把 天皇說 我們臣民 回來了 我們二戰之後 我們因為 國際法律的關係 把我們的土地 因為 政治的關係 割離了 然後 我們現在 想起來了 我們不是中國人 趕緊搜尋 現在 現在我們問題 嚴重在哪裡 你知道嗎 問題是 多數的人把中華民國這個體制的 政府當作台灣政府 多數人把這個體制宣稱它是一個 台灣主權獨立的國家 這是最嚴重的地方 所以這個 這個概念就是 我們今天跟天皇說 你的臣民 這很重要喔 這就是 對應關係喔 每戰 既然有戰 就有所戰的東西的歸屬者 所以每戰一定會找到一個歸屬者 你如果說每戰 歸屬於台灣人 不好意思喔 台灣人的誰 我問台灣人的誰 台灣那麼多人嘛 台灣人怎麼定義 你什麼時候開始擁有那個主權 被人家佔了 現在 那個 什麼熱鬥的喔 還有 還有那個 台灣共和國的啦 還有一些台牌 林什麼煩的喔 他們 說什麼 自己的國家自己救嘛 他們要救的其實是中華民國 他們要救的是中華民國 我不是台灣啦 現在危機感很大嘛 因為有一個韓國的 早去中國嘛 喔 要跟台灣賣給中共嘛 我問你啊 你怎麼辦法賣那個 王英庆的財產給我 你怎麼辦法 不行嘛 怎麼辦法沒有嘛 王英庆的那個 郭台銘 你怎麼辦法賣郭台銘的方式 你自己賣給我 怎麼可以 不是你的嘛 所以大家都危機感 是怎麼樣 被媒體刺激 然後製造出來的 你不可能賣掉你 不屬於你的東西啦 你說出賣 出賣 那個賣 不是賣 一個是betray 背叛 背叛原來的價值 那個就有可能 什麼一個背叛原來價值 大家批判說 這些人是愛台灣的 你注意看 70幾年來 有什麼愛台灣 在 所謂的 中國 難民在1945年來的 47年來的 49年來的 這些難民 他真的愛台灣 過去開始競 競爭台銘 競爭武器 開始競爭 競爭到競爭 要選舉的時候 才跟你說一下 大家好 大家好 安智先生 跟你說一下 那個 要拚這麼贏 我大家都很開心很爽 待會就待會 最近 你看新聞 台東 發電 弄一些 八九十歲的神父 修女 在這裡 服務他一世人 他不要說你的無意 他 甚至打扁的時候 他願望 不要拖下去台灣人 這兩種差別 都是外國人去賣 差別差那麼多 所以什麼人 比較愛台灣 你怎麼知道什麼人 愛台灣 習近平最愛台灣 對不對 留島不留人 因為他不在乎 你台灣人 他只在乎這個地理位置的 領土 好 來 日本的這個 公務廳的這個東西 公務廳 公務建庭 也走來高雄外海 這張土不是高雄外海 這張土是日本 那個網站的土 他說日本三隻 海巡船 被曝 聚集高雄外海 台當局 你看 叫做當局 不是台政府 當局就是 Governing authority 授權的管理者 叫做當局 躲颱風 欸 奇怪 7月10號到11號 有一顆颱風 是在 在北台灣掃過 改成叫做馬利亞的款 結果 因為北台灣掃過 照我的理解 颱風來的時候 你應該找最近的港口 對不對 最近港口應該是 基隆港 基隆港太小 不然台中港也可以啊 那為什麼跑來到高雄港 然後 有趣的是 靜靜的潛伏的一天 行蹤 詭異 新聞還會說行蹤詭異 日本的主要怎麼來 乖乖喔 那是要把你掃掉的 奇怪 我們現在不是都沒有義堂的 都去用 買的 他有可能來這裡掃掉的 他說 離開時 三艘 艦艇 分兩個艦頭 環台 就是一個 逆時鐘 一個 順時鐘 環台離去 你做回來 美鳳他應該做回來 他也要環台 有一些政治動作 我們看不出來 你要知道 每日有安保條約 每日有安保條約 這安保條約怎麼來 由舊金山和平條約 你把它接過來 舊金山和平條約 裡面有一條 聽說 簽約 送回 各國的國家 國會通過之後 90日內 90天內 各 各地區的 那個占領軍隊 要撤軍 你隨意看那條 後面還有多一句 那叫做 彈書 彈書條款 若 雙邊 或多邊 在簽的合約 不在此限 就是說 我如果再簽下去 簽不下去 我軍事 簽而已 或是軍隊的 駐紮 就一直延續 所以先要衝繩 美軍 各要各地 那就是簽的 所以 日本要各 美國軍事佔領 你想說 美國是一個 主權獨立的國家 再來他 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某個角度來說 他也是 美國軍事佔領中 韓國 也是 美國軍事佔領中 不然韓國 是在排美美軍 對不對 台灣人走到要死 經常說中國跟我們打 有沒有 台灣人 我以前都看不到那個新聞 那個 中國不是安排 沿海 兩三千顆 飛彈 對準台灣嘛 這個 都是大家知道的秘密 我以前 不了解 國軍那樣 他會放那麼一條彈 對不對 國力那樣 需要那麼幾條 你就三條 一條台法治 再來 台中治 高雄治 那個 政府 那個 市工 那個什麼 政府聽那些 錄下去 就收起來了 對不對 結果我知道 喔 不是 後來又知道 宋處於有一次再說 我去那邊之後 我才知道 那個導彈不是針對台灣人的啦 你會聽到這句話的意思喔 他不能說 那個導彈是針對美國人的 他不會這樣說啦 他說 那個導彈不是針對台灣人的啦 我看 我比較知道 亂來那個新聞是這樣喔 原來那個導彈 不是對付 有 要倒去的 又要分去的 這是台灣人 好 那那個導彈不是要對付我們 後面有一個 更大隻的 所以要對付那個 那個什麼人 就是美國啦 所以也證明了 美國軍事佔領是正確的 那佔領誰的 日本聽黃的 這是這樣 慢慢 從國際法的 那些條例慢慢取得 把它 找到這些真相 所以我們要跟美國講啦 我們要跟美國講 正常我們要跟他講啦 講什麼 我們是你的軍事佔領地 你是不是要比照 那個補國旅客 你是我們是你的海外 還沒合併的領土啊 你要比照補國旅客 把我們發 付照啊 對不對 你是不是要這樣 跟你說不是不是喔 你是軍事佔領地 你不是海外為合併領土喔 你知道這個差別在哪裡嗎 我們如果是海外為合併領土喔 我們就可以跟美國申請 獨立 申請獨立 因為 我們的訴求獨立 我們如果不是的位 我們表示這個軍事佔領 還成立者 軍事佔領成立者 我們的 主權者的對象的不一樣 好 我們退一萬步講 我們如果是 美國的 為合併領土 可以向美國申請獨立 你還要申請獨立嗎 比較傻也知道不要 對不對 我如果是 跟美國 我是美國的海外為合併領土 我可以來申請獨立的位 我才會獨立 變成美國的 一支不是很好 才會獨立 問題 沒有那麼理想 我們 其實我們有很多界線 不能跨越的行為 這個國際法的約束力 國際法的約束力 我們再來看 美日利劍上言 他說什麼 在中國海軍行 習先生 習先生 你們那個海已經有兩艘 美國跟日本的軍艦在那邊演習了 你怎麼沒有趕快出兵給他擊落啊 對不對 沒有經過你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允許呢 對不對 對 結果 進前還有一個新聞說 借過可以啦 借過可以 我告訴你如果剛才在中國 你會知道他講得很軟的 軟正 很軟正 修辭學大師 你對我們的生活文化 其實我們的生活文化已經中國化了 生活文化就是你也看得見了 那邊 落個牌 睡睡平安 有沒有 就是這樣嘛 都覺得 過年要講好話 當然啦 過年要講好話 不對啦 但是 睡睡平安 你就掃開就好 你就再去那 去講什麼話 這種 修辭學 充斥著在 你的生活中間 我給你祝福 祝福你什麼話 你大賺錢 你就會大賺錢喔 我給你祝福你大賺錢 你就會大賺錢嘛 都在聽那種很爽的 祝你中樂透啦 你中的時候才會本化 我們的祝福都沒有意義的啦 我們那種 祝你什麼祝你什麼 那個都沒有實質上的意義 因為我們講的話是虛空的 康 來 NHK 直接說啊 美建通過台灣海峽 你只要意在簽字 你看看這個大陸 兩人 就知道 他這個人的思維裡面是 中華的民國 你看一下大陸 你看一下大陸 所以在這裡你要有一個習慣性 一直在解讀你自己裡面的思維 第一個 我們不要再稱呼大陸了 要只是稱呼中國 所以你周圍的人 如果有人講大陸 你就知道他那個思維已經 在那個所謂的 大一統的思維裡面 你在講大陸的時候表示 你是大陸 我是離島 你我是同一個國家的屋檐下的不同地區 那請問那一個國家是什麼 就是中國 不要再講外省 你是山東 山西 湖南湖北 我是台灣 你們是外省 我是本省 我們都是各自的一省 我們上面有一個共同的國家概念 那叫做中國 所以你就不能再說外省 你要知道喔 這培人來 有很多省嘛 對不對 他稱呼我們本省 他說 譬如說我這裡 有山東 山西 廣東 廣西 我們這頂人說 我們外省 山東和山西不是彼此都是外省嗎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我是山西省 你是山東省 我應該說你也是外省人啊 對不對 他會說 他們是全部外省 外省是要變一省 我們是本省 所以不要再用外省本省來稱呼 他就是中國啦 好 現在問題來了 我不是叫你回去要完結 你回去處邊的王伯伯 你是外省人 不是叫你自己完結 現在問題再來 他們來 山的第二代你要稱呼哪一省 也是外省 也是外省 人他也是台灣出生的啊 也是台灣人啊 好來 沒關係 稱呼上的問題我們等一下再說來 簽字嘛 要不要簽字 這我要說的 特朗普就是中國的翻譯 所以你如果看你民民主是 什麼特朗普的 你就知道說 他的思維就是在那一邊的 我們這邊的叫做特朗普 同一個 他叫特朗普 他叫特朗普 特朗普 特朗普 你說知道為什麼 日本人在說 英語的時候 會這麼多音節 有麥當勞嗎 麥當勞 有沒有 他就變 麥當勞 為什麼會這麼多音節 你知道嗎 因為五十音的關係 五十音 他是 每一個 發音都是 帶有母音 阿尼我盒 ㄉㄨ唷 《咖啓啾啾啾啾啾啾啾》 都是帶有母音 它是子音 帶有母音 帶在一起 所以 它在解那個英文的字的時候 它的母音就會放進去 麥當勞 變成是這樣子 要不要 над SO D的音它就會多一個O 因為它的50音就是這樣子排列 所以怪不得說他們是要捏起來 他們的發音就是照這個系統 就是這樣 像我們說台語裡面沒有Fu這個音 像有台灣國語 發現啊 我母親就會說發現 你沒有Fu嘛 所以你就不會發出那個Fu的音 好 題外話 來 中國說 一百小時攻下台灣不給每日調兵時間 現在中國人 中國人都走到外國去用政治庇護 他們那個環境真的不好 好的 狗的 狗的 都走到外國了 不要在那裡 還叫一個人七十四年前很壞很壞很壞 走來我們這裡 跟我們說我們怎麼回去做他們的中國人 他們好的都走出去 甚至老在台灣這些中國人 他怎麼看一看的 很多人移民去美國有沒有 他跟我們說 我身為中國人 是可以感到很驕傲的 奇怪 你身為中國人感到很驕傲 你怎麼一個人在移民 所以我之前有說嘛 中國一直強調很愛國 你要愛國 愛民族 結果 是最不愛民族的 最不愛國家的 結果 美國沒有再強調這個 所有不愛自己國家的人 都跑去愛美國這個國家了 請問哪一個國家會變強 來 直接跑去掉 我們這種科學建庭研究室都跑去掉 所以我們的新台灣人要去看 去看 因為裡面有很多資料 在裡面你就看到 甚至我之前沒有跟大家說到 那個戒嚴你知道嗎 戒嚴 那是人之前英國跟美國說 這戒嚴 台灣的戒嚴是很奇怪的 因為你是軍事占領 軍事占領跟Marshall Law不一樣 Marshall Law就是戒嚴法 軍事占領 還不需要選擇戒嚴你知道嗎 因為你是軍事啊 戒嚴是 你們家的土地 你們家的領土 你買在你們家的領土 選擇戒嚴 我變怪說好了啦 憲法決定你的主權的領土範圍延伸到哪裡 憲法決定的喔 再來 你的領土的範圍裡面 如果發生了天災地變 如果發生了戰爭 你要宣布第一個緊急狀態 再來 再更緊急 你就要戒嚴 那個都是建構在你的憲法上面 回到台灣的現況來說 台灣跟澎湖不是他的領土 他怎麼再宣布戒嚴 就像美國宣布 伊拉克的領土說這邊戒嚴 一樣好笑啦 美國就已經打敗伊拉克了 如果美國還宣布 他就是軍事占領了 他又宣布我戒嚴 這樣不是很囂張嗎 不是你的領土你在宣布什麼戒嚴 所以 這是有原理 有所謂的法理在外面 在支撐這個東西的 來 我們來看台灣的問題 我們台灣問題是認知錯亂 台灣 中華民國被連接起來了 被連接起來了 來 來我們來看這個 台灣前途決議文 我說這個你們 大概應該會比較清楚 民進黨說 1996年總統直接民選 1992年國會全面改選 修憲廢審工作 使台灣事實上成為民主獨立的國家 真的嗎 最近我又聽到新的說法 也不是新的也算舊的 他說台灣經過了大家的努力 經過了所有的投票的選舉等等 這些工程 使台灣自然演化成為一個民主獨立的國家 我講完自然演化 我開一台育龍的車 開了30年之後 自然演化成賓士的車 你又知道講這些話多麼的荒謬 如果育龍的車自然演化成賓士的車 大家幹嘛還買賓士啊 聽到這種業務的說法 來這台不用路耶 我自己說 30萬而已 買下去20年以後變賓士的 你會買嗎 有價錢耶 你會買嗎 你會買這台車 後面上一台卡拉車30年以後變壓榮了嗎 買吧 這要講的就是 因為這些工程 使台灣事實上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 我們怎麼點破 第一個 一個國家他獨立建國一定有他的獨立建國紀念日 來 我問各位 台灣如果實質上成為獨立的國家 他的獨立紀念日在哪裡 哪一天 哪一天啊 誰可以回答我 哪一天是獨立建國紀念日 沒有嘛 好 你會聽人自己拗 我告訴你 剛才外面太多了 會自己在那裡死坐 正在阿嬤君早上 要中風了 來 有人會說啊 就1996年總統直接民選的520那一天啊 咦 這樣有利齁 520那一天 獨立建國今天是台灣獨立建國 好 來 520那一天齁 是獨立建國紀念日 請問519那一天是什麼東西 就表示台灣還沒建國嘛 好 啊台灣還沒建國 台灣是屬於誰的啊 屬於哪一國 是什麼狀態 我跟你說印不出來了 再來 520那一天總統直接民選成為了一個 台灣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 好啊請問那個總統是按什麼憲法 宣誓成為總統的啊 中華民國憲法 好我們再問 中華民國什麼時候成立的 1912年成立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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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年成立 在中國的領土上 他說推翻了滿清 成立了一個 中國 中華民國 是一個共和國 共和制的國家 那時候台灣是什麼 台灣日本在管的咧 那是我們今天 我這裡是沒有電腦 不然我給大家看 那時候中華民國還來台北那邊設什麼 外交使館 中華民國來我們台灣的 這個台北這邊設外交使館 設在哪一個國家 設在大日本帝國裡面的台灣 他設外交使館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任何有關獨立現狀的更動 我們必須經由台灣全體住民 及公民投票決定 咦 他是住民 住民就是什麼 就是你來這裡大 拿到新聞証就可以了 結果你的新聞証是什麼 中華民國 國民身份證 不是中華民國 公民身份證 為了這個我還特別去查 說中華民國有分公民證 有耶 人家有分公民證耶 什麼叫國民 國民叫做Nation 這就是你只要繳稅 有一個證明 你可以繳稅這樣 你就是國民了 所以最近一些神父 神父 他說台灣身份證 我看到那個不忍心苛責 因為他不知道 他覺得他起了一個永久居留證 或者說一個台灣 成為台灣人的證明 結果 你如果我剛才說 你變中國人 你不是台灣人 因為他上面就寫了中華民國 對不對 來 這樣 第七 台灣英語中國全方位通話 互求了解 與 經貿互惠合作 有很熟悉的字眼 經貿互惠合作 建立和平架構 這就是EKFA EKFA EKFA 我有發發的音嗎 不是 南部人說EKFA EK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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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經濟 就是經濟 C就是corporation 就是合作 F就是Frame 就是架構 A就是 法 協議 Association Agreedment 就是 ECFA 就是 EKFA 我們來看看 EKFA 你搜尋 有搜尋嗎 來 你搜尋台灣 Enter 有沒有 他搜尋台灣 找不到台灣兩個字喔 這個文件是 找不到匹配選項嘛 這個文件是EKFA的網站下載的喔 你自己上網也可以看得到 來 找不到台灣對不對 來 你這個 這個 經濟 E 合作 C 架構 F 協議 Agreedment A A 你往下 拉到最下面 所有的 Agreedment 所有的 Treaty 他都會有兩兆的代表人簽署名字 來 什麼人 是當事長到會長呢 那還發生兩的機構 協議簽署 不是台灣政府 不是中華民國政府 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你要知道喔 當中華民國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如果用 關風的代表派出去 簽票 用關風 簽完之後 就是互相承認 這點中國做不夠 他就說你不能獨立 你再承認中華民國 好 來我們再看另外一個文件 這是那個 架構 來 福茂的對不對 那個文件是福茂的 我們來看什麼人簽的 來 這個有沒有 福茂嘛 他在換的就是這個 換這個 福茂 好 根據海峽兩岸經濟合作下國協議 就是ECFA 及世界貿易組織 來 這個什麼人簽的 抓下來 這一樣找不到台灣 你們回去再找 有沒有 是這兩個人簽的 所以台灣人在煩什麼 現在大學生在煩什麼 說喔 我們政府黑箱作業 什麼有的 沒有 這跟政府有什麼關係 請問大家 我們可以跟中國簽這個嗎 怎麼可以 不行喔 我們有什麼主義跟中國簽這個 我要問的是這個 那連法人的地位都沒有 他們去簽的是簽什麼東西 合作協議 這是兩個民間單位 我們在煩惱的是什麼 他們對我們有影響 不用擔 對不對 我們的煩惱是這部分 我的煩惱的不是這個 我的煩惱是 我們頭部如果沒有精神 不用擔 我們的問題不是 他們的影響 不會給我們影響 像這個之前 食原商店不是開整堆的嗎 那不是都中國的產品去賣了嗎 開放之前都去賣了 開放之後你在煩惱什麼 我們現在的煩惱是 我們有那個意志到他們對抗沒有啦 台北市那裡有一個人 他在煩惱的 他在煩惱 市政府 之前那個市長不是說 如果沒有處理要換那個局長 有沒有 到現在換幾個 他說那是民主啦 要開放啦 要多元啦 奇怪 你 那個 台南 那個 正在煩惱的 中華民國那去抓牢 他就把他壓下去 奇怪 所以 我要說的是 台灣人民還要在這個連鋼裡面 在那裡 在那裡在那裡 在那裡說要拚看看 會贏不贏 在那裡拚台灣跟中國 在那裡拚 氣壁的 要拚那些東西嗎 沒有意義啊 沒有意義啊 我們要脫離那個體責 精神起來 脫離那個體責 因為他又在裡面在打 沒有效啦 沒有效啦 台灣是一個主權的獨立的國家 名字叫中華民國不必再另外宣佈獨立了 這種叫做什麼 叫做中華民國獨立啦 叫做華獨啦 也是一種台獨啦 對中國的眼裡 他就是台獨了 來 這個可以關掉 台獨的六個見解 來 第一個 台灣已經主權獨立不再主張台獨了 好 那就問嘛 什麼時間獨立的嘛 第一針就打下去了嘛 什麼時間點 台灣獨立紀念日是什麼 那如果他回答出來 我們再問台灣獨立紀念日那一天的前一天是什麼 美國的獨立紀念日7月幾號 7月4號對不對 7月3號他是大英帝國的殖民地 7月4號的前一天 7月3號大英帝國的殖民地嘛 他7月4號他獨立的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嘛 可是他的國家形態還沒形成喔 是到美國的憲法實施的時候 他整個國家的那個主權才建構起來喔 所以那個時間點的前後 他的意義是不一樣的喔 那台灣獨立的時間點在哪裡 第二個 台灣已經主權獨立了 名叫中華民國你看到貴了 中華民國1912年就有了呢 所以中華民國就很狠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這個東西如果成立的話 有一天中國解放軍打來 他真的撤離了 我告訴你他的流氓政府 他找一百個地方 這個如果成立啦 這個如果成立啦 流氓政府流氓到紐約 他就跟紐約說 這紐約是我們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中華民國就是紐約 紐約就是中華民國 你覺得紐約人會挑割嗎 會喔 不會啦 紐約會拿去精神便宜 看 我們這裡是整個島都精神便宜 你要精神起來 我們現在台灣的社會是這樣 你精神起來 你的意見跟台中都不一樣的時候 人家說你屬性有問題 你政治狂熱分子 你去笑 整個台灣的價值都顛倒過來 整個價值喔 繼承的觀念 大清帝國 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大清帝國割掉了這一塊 這邊沒有喔 這邊沒有喔 大清帝國的轄區只有到這邊喔 你說這邊呢 這邊就是說那時候 因為那個地殼運動還沒升上來 所以沒有那邊 不是啦 這個我高級班會講 為什麼他會這樣子 為什麼他會這樣子 這個沒有 這個是法國人那時候畫的 大概17世紀 16世紀的時候的東西 大清帝國割掉了 他已經沒有台捧了 中華民國當然沒有辦法繼承啊 你怎麼可能繼承 你阿公賣掉的東西咧 你沒有辦法繼承 你1949年你已經流亡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當然也沒有繼承啊 所以中國那邊只要講說台灣澎湖都是他的神聖 自古都是他的神聖的不可分割領土 這都是屁話啦 這都是屁話 他也會說 月球是我們神聖不可分割領土啊 對不對 他也是這樣說嘛 他說你有什麼證明 有啊 我們時候長耳有飛上去過啊 而且我們派了第二個人 吳剛也上去了啊 然後最後 我們又派了一隻兔子上去啊 中國人有上過月球 最近的事情 是最近的 他們發生那個太空探測船過去啦 最近的事情 人家已經到火星了 他還在上月球 他們的技術失落了嘛 以前長耳都上得去了啊 他們只要吃了一顆藥丸就可以上去了咧 你有相信嗎 吃了一顆藥丸就上得去了咧 蛤 你敢不信 我信咧 因為這裡就聰明了嘛 你就上去了 對 你就飛上去了 來 台灣怎麼可以獨立 台灣的什麼人想要獨立 我問的是這個問題 獨立是什麼 獨立你要問你的祖國 獨立 你的祖國就是前庭 有人說我現在沒有獨立 我要建國啦 不好意思 建國第一步是解職 解開你的殖民的那個關係 解職你也是要問祖國 也是要問祖國喔 解職 來 我大家這樣分啦 我大家這樣分 但是它不是硬性的規定 但是為了幫助大家去了解這個概念 如果你是殖民地 你有一個宗祖國 就像印度之於大英帝國 所以在媽媽裡面就是dependent 就是依存的意思 依存關係 你生出來就是independent 這個獨立的意思是脫離母體啦 不是長大成人啦 小孩 脫離母體還不能長大成人 所以這個獨立的意思就是independent 從依存的關係脫離 好來 加拿大的魁北克神是想要獨立 他的獨立公投就兩個選項 你是否要獨立也死婚 他不會公投說你是要獨立或統一 沒有這種東西 但是我們台灣如果要辦公道 如果要辦這種統獨公投 我們就想說你要獨立或統一這樣 其實不是 你要辦的是獨立公投 你要獨立或不要 通過魁北克就脫離加拿大的母國獨立而出 這種叫獨立 所以他都沒過嘛對不對 沒過是怎樣 維持他現在的狀況嘛 他的現狀就是屬於加拿大的一部分 祖國就是你看這紅色都是大英帝國殖民地啦 美國就是脫離了所以他沒有畫在這裡面 獨立之後就回歸 你們又變成一個大英國殖喔 他到底有沒有獨立 女王還是他的頭呢 有沒有獨立 好 來 大不列頂王國 你注意看這裡 這裡有一個紅色有沒有 這個打在大不列頂王國這裡 紅色這塊 這塊就是 愛爾蘭共和國 愛爾蘭共和國 北方叫做北愛爾蘭 現在呢 北愛爾蘭 蘇格蘭 英格蘭 威爾斯這四個 Nation 他是一個 Bretien United Bretien 的Kindon 這個大不列頂王國 這四個國家 蘇格蘭想要獨立 他想要脫離大不列頂王國 他不是想要脫贏大英 他是想要脫離大不列頂王國 所以呢 那個時候要投票 好像2013年的樣子 他時候要投票 一時候女王我出來說 希望大家還是能夠維持一個家族的 那個 合一感 不要脫離 誒 那倒倒也沒過 克里米亞 這個我們有可能 台灣最後會跟中國走向這種模式 會很危險 克里米亞 是烏克蘭的一省 他是在這個蘇聯的時期 俄羅斯把這個送給烏克蘭 但是他公投的時候 沒有人勝利 他公投會過 他現在的問題來了 我們想說 你是歐美國家 不是都民族的國家 人家民族自決 公投應該要尊重人家 你怎麼會反對 或者是不准許 人家做這個公投呢 或是不承認 怎麼會這樣子 你要知道 當他在投票的時候 他們的外海 是有軍隊駐紮的 台灣如果要公投的時候 外海如果是解放軍要駐紮 你覺得你會怎麼投 你會怎麼投 就是這個意思 再來 他們的人口結構 他們的人口結構有達旦人 有烏克蘭的人 有俄羅斯人 俄羅斯人佔比較多數 俄羅斯人佔比較多數 台灣人也是 台灣人如果要投票 哇你分掉了 生人跟你是台灣人的 可能三分之 你是中國人的三分之 你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的三分之 你投的才會贏 你公投不是說你剩菜投就能投的 台灣 去年底不是辦公投有沒有 那叫做民意調查啦 那不是公投啦 投出來也不會走 有什麼路由 對不對 所以克里米亞想要脫離烏克蘭獨立 加泰隆尼亞 好像是古年吧 古年不是議會宣布獨立嗎 那個西班牙政府的派軍隊去鎮壓 我們現在這樣說的是 加泰隆尼亞是西班牙的一省 他想要獨立 所以他從他獨立而出 這是獨立的概念 你說到台灣就花去了 花去就是火器了 請問台灣的祖國母國是誰 誰 多數的人的腦袋裡面是中國 不是日本 所以大家想要脫離中國共產黨的前置迫害 所以想要獨立嘛 對不對 多數人台獨是想要對抗中國的嘛 根本不知道他自己的母國是誰啊 我現在這樣說的是法理喔 不是你的感覺喔 所以法理到這裡 如果聽到 其實大概就醒過來了 其實我們跟中國一點關係都沒有 中國的文攻武賀 中國的文攻武賀 都是透過台灣的媒體 在對人民百姓文攻武賀 但這些媒體的背後的 掌握的權力的那些人是誰 就是這些人 中華民國早期來的這些人 他們這些人 他們掌握很大資源 所以媒體 政府 軍隊 經濟 演藝圈 其實大多數的資源 掌握在這個少數人手上 而且這些人的思維是大中華思想 我不是在說 中國人多討厭 都多討厭 中國人也是有很好的中國人 台灣人也有很惡劣 美國人 日本人 都一樣 有的極惡劣 也有很友善的 我們現在要說的是 你要對抗的那種 大中華思想的遺毒 那種殖民思想 什麼話都以中華 什麼文化 自傲自居 然後自我感覺良好 這邊我看一個新聞 說牙刷 我們宋朝時代就有發明了 你也刷去哪裡 聽說那個是刷碼的 台灣 改國號自線就可以了 中華民國等於台灣 改國號自線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改國號自線 來 現在嘛 都變成國會多數嘛 都選舉選到了嘛 來請問你要改哪一個 你要改哪一個 你中華民國 改名字就可以獨立了 你要改台灣嗎 我改日本也可以嘛 對不對 改美國不是更好 為什麼一定要獨立呢 對 我在這邊再次表態喔 我是一個統派的 我是統派的 我是統派的 我過去是獨派 可是我現在清醒 我是統派 我是美統派 我是日統派 我要說的是 統一沒關係啦 但是你挑好一點嘛 對不對 你想要統一你挑好一點呢 你挑強一點呢 你怎麼每次挑都要選 對邊那邊的那個中國的呢 統一我們跟日本統一好不好 好啊 我們跟美國統一好不好 好啊 他好不好 跟菲律賓 再考慮看看啦 因為那 現在的總統擔不擔就 開雜了 對不對 吃毒 吃毒 吃毒就是槍斃就是死了 我們這是沒關係的 就這個角度 我覺得菲律賓不錯啦 所以 統一你為什麼一定要選中國呢 不能選好一點嗎 腦袋不能轉快一點嗎 對不對 人家說中國現在很好很好很好 很好最近不是江蘇到大爆炸而已 這樣很好 人家都瞬間蒸發掉 瞬間蒸發掉 因為都沒看到了嘛 官方就說沒有死人了 因為都蒸發掉了 來 說要自憲 所以你用什麼身份自憲 你用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耶 你用一個 已經有憲法的國民身份 來制另外一個憲法 很奇怪的嗎 再來 中華民國等於台灣 台灣要建國擺脫中華民國而獨立 你中華民國等於台灣 你要擺脫自己嗎 矛盾了 中華民國不等於台灣 台灣不等於中華民國 我們一定要從這個其實點開始 這個東西一解開你之後 你就會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現在台灣人上面人在講 他嘴巴在說講的台灣 其實腦袋裡面是那個中華民國的框架 不是台灣 中國講的台灣是台灣澎湖是他的一部分 美國講的台灣是根據舊金山和平條約 他的軍事占領地 所以才才講的對 美國可以從憲法裡面去立一個台灣關係法 這證明說他對台灣有控制權 你中國在探望用一個台灣關係法 來看看 你在那裡探那個反分裂法 沒有意義 你就探一個中華民國台灣關係法 看有人要把你合作 對不對 台灣人最強的就是認知問題 整個都中國腦 你注意看 這是真正的報索 他的動機就是在這裡 他就是這樣子寫的 你注意看 他說政府最要緊的任務 首使台胞中國化 74年後已經中國化了 我們已經中國化了 我們在過中國年 我們在講的這個叫做 Mandarin 滿德林 滿洲 滿洲語改成的這個北京化 我們已經中國化了 外思想都是這樣子 我小時候受的教育都是這一套 你看你看四海都有中國人 好不好 我都聽你的歌 他這個 我們整個都台灣嘴 都說我台灣人 總統的原因就是 教育和媒體 來 你注意看這篇 這篇就是在說台灣人和中國人 重點是說你也是中國人 重點就是這樣 他說什麼 他說不明白為什麼 台灣人和大陸人要區分開來 大家都是黃皮膚黑頭髮的中國人 為什麼要分得如此清楚 黃皮膚黑頭髮就一定要是中國人 不是中國人 不行 我覺得他就是放在國小裡面 國小的課本 我有小孩在看國小 我也知道現在還要在洗腦 所以我回來就要再把土餅洗 很害的你知道嗎 很害的 因為幼稚園就開始洗了 有一次有那個 車連牌的機子回來說 爸爸這是我們國家的國旗 我說不是 你拿錯了 來 你說什麼你注意看 像我們今日在台灣出生的人 也是台灣人啊 對於大陸上一切十分陌生 怎麼能說 台灣人歸台灣人 大陸人歸大陸人 他為什麼會說這句話 為什麼會說這句話 對於大陸上一切十分陌生 他就是留在台灣 這些人的後代 二三代 所以他才會說這句話 他們對大陸很陌生 他們對大陸很陌生 因為他們的祖父輩 對大陸很熟悉 就是他們不能這樣想 這一群所謂的難民 難民不是在沒人 難民是在基於的身份 他們來我們這裡的時候 我們把他們當作外人 當中國那裡開放 賺親的時候他們回去 他們那些人也當作外人 兩邊不是人 我現在要說的是 我們稍微換位思考一下 是幾個很難有管理的人 造成我們現在這個 社會結構的這種現況 不是那些人 他們自己要愛這樣 就是說 他們這些所謂自留台灣的 這些中國人 二三代 他們也很愛台灣 他們也很認同台灣 他們有的甚至 想要獨立是因為這個歷史脈絡 導致他們想要脫離 那個中國的權制而獨立 但不表示說他們是敵對台灣的 可是等我們在語言上 意識形態上 一直在把他們做劃分的時候 會把他們推出去 會沒有意義 所以我覺得 在思考上面 我們換一個位置思考看看 他也認同台灣 我們現在要問的是 你我都認同台灣 我們的子孫 是不是要在這個土地上 繼續生長 繼續成長 延續下去 我們是不是要愛護這裡的環境 對不對 那我們一起來奮鬥 中國那個 不要把他拉進來這邊 讓中國的歸中國 喜歡的就回去嘛 就請說 現在有的人 喜歡歐洲 喜歡法國 你就去那裡移民 你去那裡做他們的人 沒關係 你不要把整台灣都看過 或是說整個中國的次 你都引進來 把這裡變成中國 所以我覺得 多一些換位思考 來 你看 古早就這樣 古早的克鋼 第一課 台灣人 我是台灣人 你是台灣人 他是台灣人 我們都是台灣人 有沒有 克鋼 台灣人 中國人 一家人 古早呢 70幾年前就是這樣 有沒有 現在開始 跟你說中國 你也是台灣人 我也是台灣人 你覺得我們都是中國人 他的重點是這個 他就開始說 中華民國怎麼來 今天白日滿領魂 出中山 開始開始洗腦 一直洗洗洗 日本強佔台灣 完全不太熟 日本是根據條約 取得台灣澎湖的土地 不是根據戰爭 不是在台灣直接打打打打 打都拿到 不是 他是跟大清打了 大清輸去 大清才把台灣澎湖 隔 隔讓給日本 隔的時候 我們的祖先都不知道 咦 怎麼一天 給那個防腐騎的人走 一天給太陽騎的來 太陽騎的 我們在地的部落 不習慣啊 會反抗啊 會反抗不一定是抗日啊 反抗就等於抗日嗎 那只是一個資源爭奪戰啊 抗日是有意識形態的喔 用所謂的我是中國你是日本 用中國的意識形態去抗日 那個抗日的思想 我說的那個 抗日的概念是這樣 以前我們跟日本人收台 莫納魯道 在那個曬德克巴萊的那裡 是不是跟日本人收台 對不對 你要知道 查史詩喔 你查史詩 查史詩 他在那一件事情之前 他是跟日本人合作的啊 那都是在地的一些資源爭奪 我們就要做所謂的妥協 還是競爭啊 我們不知道怎麼當作那個曬德克巴萊是一個史詩 為什麼他的妥協 因為他符合政治正確的抗日精神 來你看中學也是在教這樣教 我們都是中國人 有沒有 他的重點是台灣是中國的地方 我們都是中國人 就是say now 這完全就沒有法理的根據 他們說開樓宣言 開樓宣言就是decoration 什麼叫宣言 宣言就是說事情要不要做正常 我們先寫一些備忘錄 寫一些我們現在說 以後要做什麼叫做宣言 我們先像我 我和你 淡情你 要買車 你在備忘錄說 你準備要買20台嘛 對不對 我們交車的時候 你說我現在只要買10台 那是備忘錄 那不是合約 我們如果簽合約 你就會違約 你如果是備忘錄 還是宣稱說我準備要買10台 到時候你錢不夠 你要買20台 錢不夠要買10台 你就買10台 那10台我們就要簽合約 宣言就是頭前那個備忘錄 這個 我們的祖宗是福建人是廣東人 他們住在福建和廣東分去 我祖宗不可以是浙江人 我祖宗不可以是江西 不可以是廣西 不可以是那個山東 為什麼一定要福建跟廣東 你怎麼知道福建廣東 他的概念哪裡 為日本時代的那個富吉坦本來 我以前小時候 不可以發明祖籍這個概念 來 請問你的祖籍是哪裡 福建嘛 是什麼 你怎麼知道你是福建 我小時候我問我 祖籍是怎麼小時候 我問我同學 你說台語還是客氣 台語啊 這樣福建 喔 沒關係 所以我的祖籍是聽人家說的 福建 福建不是說客氣的人嗎 福建有很多地方畫 不是只有一種而已 來 造神運動 國父小時候怎樣怎樣 第十課你看 第十課 他第十一課就說 喔 講說小時候怎樣怎樣 所以我印象很親密 因為這課看後 我總是去看我家附近的水狗 上面的大大魚 你留得上 我小時候水狗還有大大魚 現在沒有了 現在可能有犀鳥漆啊 這就是造神 造神都不要真的變神 立功廟真的有神 真的變神啊 來 有人說台灣人沒有拜 來 台灣人有拜嗎 哪有 你們敢是台灣人 台灣人 他記得什麼 他剛才那個課文說耶 像我們今天在台灣出生的 也是台灣人啊 所以台灣人不是你想的那樣 不是我想的那樣 不是那些講的人想的那樣 美國說的算 美國定義的台灣人就是住在島上的人 美國定義的台灣這個term 就是他所指的法律 他所指的機構 美國只要說是就是 美國說的喔 美國在台灣關係法裡面說的喔 來 奴化成功啊 你現在變成自台中國人的奴隸 來來來看戶籍藤本啊 戶籍藤本 日本時代 我們叫做什麼 我們叫本島人 從中 從日本 那來 叫做內地人 除此之外 叫做外國人 沒有台灣人 沒有福建 沒有廣東 所以呢 你從戶籍藤本來看這個種族欄裡面 他有寫一個內 這是什麼人 這個就是內地人 那個時候我們沒有那種概念說 啊 你是日本人 我是台灣人 沒有那個概念 等內地人 我是本島人 你看 叫一個熟 這是什麼人 熟就是 打得比較黑 熟了 熟就是熟翻啊 就是我們說的平埔族 一些民族調查 還是說那個鄉野調查 還是說人類學調查的學者 就分兩派 說平埔族是那個 那個 台派的學者發明出來的名詞 不好意思啊 這個熟翻就是 這是日本時代幫我們做一些 人種的一些 分類跟紀錄 大家說喔 熟就是 平埔族 平埔翻啊 所以熟就是平埔族 平埔翻 熟翻 熟翻的另外一邊叫做什麼 熟翻 熟翻在台語的語詞裡面 被比喻為 溝通不良 講不通的人嘛 對不對 現在叫做熟翻 就是語言上隔閡 落差比較大的 所以喔 就是人研究調查 日本時代的富吉登本 如何是寫福跟廣是因為 他會講所謂的 所謂的 合了話 客話 不記得自己的 族語的熟翻 所以用你講話的語言 幫你分福跟廣 結果呢 如果你還會族語的 你還要講你的族語的 那你就會登記為熟 接著熟 現在來啊 另外有一種種族欄裡面會寫清 或寫知 或寫漢 這個就是 外來的 外國人 來 我們看文件 清 來 符 知 知就是 那個時候人說知那 所以你也說知那是貶利 知那是china 的這個發音 知 中 什麼叫中 1912年之後有中華民國了 有中華民國 國籍的人來到這個土地上 落戶籍 所以他就寫中 所以我們在講啦 你在日本時代的戶籍等本 你申請出來 無論上面寫中 寫知 寫清 寫漢 寫手寫內 都好 你的祖先只要在日本時代 有這個戶籍落下來 你就可以申請這個台灣 這個民政府發的這個台灣政府身份證 這個東西 來證明你是本土台灣人 所以我們在種族上 並沒有區分你是誰喔 但是問題來了 1947年之後 1945年之後 來的這些人 他沒有這種東西啊 沒有這種東西 可不可以申請身份證 一樣可以啦 一樣可以申請 你只是在法律上為了表明說 你認同台灣 你成為台灣人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申請那個身份證 在法律上喔 所以很多人分不清法律上跟感覺上 來我問你喔 歐巴馬是哪裡人 是黑人 黑人指的是他的DNA的來源 那他是什麼人 美國人指的是他的國籍 來 林書豪是什麼人 台灣人指的是他的血緣 美國人是指他的國籍 分得出來了吧 分得出來 我們在做這個區分啦 所以我們說本土台灣人是 你有這個東西 你有這個東西 來福跟廣有沒有 如果福是來自於福建 廣是來自於廣東 為什麼同一個人他有福跟廣同時存在 所以這個又反證明了一件事情 原來福跟廣是只會講閩克語的人 用語言做區分的 語群啦 所以呢 福跟廣就表示 他兩種話都會講 如果你是從福建來 你是從廣東來 應該是寫什麼呢 寫閩跟閥呀 對不對 廣東簡稱閥嘛 福建簡稱閩嘛 江西簡稱 不要說出來 所以我們都是皇民的後裔 在法律上喔 我們不要再把情感拉進去啦 我們在那個法律上是皇民的後裔 可是沒有人幾個人想要承認這個 因為這個教育體系裡面一直在貶低日本人 貶低日本文化 日本文化就是說那個不好啦 有的沒拿啦 在語言上就是反轉他的處心 大日本帝國他就用小日本 那你覺得日本是不好的 可是你要知道喔 日本那麼的不好 我們阿公阿嬤那個時代都是受日本教育的 他們的生活水準都是蠻高的 我們這樣看說 紅葉燒棒打球的時候都沒有制服堂穿 那是民國之後的時代 日本時代你有去看canon 有沒有 canon 那個時候 威德勝NH 那時候 我們是非常 有 那個制服有紀律有訓練有數 是 可以出去 到甲子園比賽的 來 現在很多人看到 愛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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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其實這不是台灣的 我們都搞錯了咧 這是中華民國 中國國民黨的黨籍 中華民國的國籍是這個 你會記得 你會記得 武族共和啊 漢滿蒙回葬 你會記得 取除達魯恢復中華 什麼人發的口號啊 對不對 中華民國的國徽 有他的 龍鳳 就是中國神獸的這個 吉祥物呢 剛才是國徽呢 這就是你家國民黨 你家自己的啊 路口東用的啊 對不對 啊國歌 你就是你家的黨哥 你要竟然 奧成國歌 說國中的時候 老師在這樣 做名詞解釋說 啊這個就是 無黨所忠 就是我們這一輩的人啊 所應該要遵從的啊 你們這一輩的人 就是你們的黨啊 所以 這整套的東西 他們把它 取代替換掉 然後騙我們說 他們是一個 中華民國 然後洗腦教育我們 你要怎樣 中華民國的國歌 他直接就講中國了啦 裡面有提到中國了 對不對 講中國的歷史 講中國的 這個武族 講中國的這個 地理環境 對不對 昆仑甸啊 三明年啊 對不對 這才是國歌嘛 所以你注意看 三民主義 無黨所忠 以建民國 以敬大同 之而都是 為民前鋒 這算跑出民進黨呢 反過來的是反對黨呢 竟然這邊還有民國黨呢 也有建國黨呢 所有的政黨都是中華民國 大家都忘記了嘛 對不對 愛台灣 台灣黨 激進 撤意 新時代力量 都是中華民國登記的黨派 來 來 這張 蔣介石委員長 是遵照 一號命令 在中國的 中華民國的東三省除外 台灣與越南北緯16度以北地區 接受日本全部入海空輔助部隊 向他投降是接受 他是代表這個 聯合國最高統算 來接受投降的 所以 我們大日本帝國不是向中華民國投降 我們不是向他投降 我們是向 這個 聯合國最高統帥 投降 所以他們來騙我們說 你們 大日本帝國已經向我們中華民國投降 不是 我們台下裡面有這個 要清清的 這個東西很容易 控制我們 好 來我舉個例子啦 端午節的台語要怎麼說 你說端午節是不是 因為你讓他拖起來 有人叫五月節 有人叫五四節 有人說肉粽節 特別說端午節 他來又給你一個神話 要編故事嗎 有個愛國癡人啊 因為不滿政府啊 所以呢 他就投降自殺了 那村民因為感念他 他非常 親吾愛民 所以 就趕快把肉粽丟到河裡面 避免河 那個魚 吃掉他的屍體 如果你是魚 如果你是魚 你還要把那個肉粽的 層子打開 然後再把葉子打開 然後再去吃裡面的東西 你會這樣子做嗎 愛國癡人 愛國癡人 你想一想 當時 錢吃的不夠 靠頭打開 你會把食物丟到河裡喔 來我們來看一下 難民是什麼 聯合國1951年通過的難民地位公約是指什麼種族宗教國籍等等特殊理由政治建設被迫害啦 所以 不願意 他在 原來的國籍 國家的領域之外 不願意不能返回國籍 或受該國保護的人 他到底 留在台灣的這群人 他們就是難民嘛 他們沒有辦法回去 所以他們想要在這邊獨立 所以獨立的這群人 有一部分人是他們 來 這個 Refuges 這個就是難民 你注意看 這裡的人都提過難民 他說要接納難民 台灣就是接納了太多難民造成了228件 難民地位公約 1951年7月18年 注意這個日期喔 我讓大家看喔 中華民國拿的那個護照其實不是護照 他是這個東西 旅行簽證 旅行文件 旅行文件叫Travel Document 你看 他以前就拿這個的 叫我下嗎 1951 7月28 我們 他就依照這個合約啊 為什麼1951要拿這一本 因為1949年的 12月31號在聯合國裡面的註記 他們已經從原來的國家流亡到 台北 所以他的名稱就是 Chinese government Government Exiled In Taipei 簡稱Chinese Taipei 為什麼 為什麼他要拿這一本 這一本因為是他難民的關係 他用這個東西 去 去核發的 所以馬英九說 那個 中華民國的護照啊 有190多的國家 給我們免簽 抱歉 是因為這個關係 是這個關係啊 不知道 沒中間 都變這個護照 奇怪 其實 原本的新聞 你就是難民 你才會變這個護照 護照你是要有主權 的國家 你才會讓發行護照 來 黃明 就是這張 4月1號嘛 4月1號啊 因為 征戰台灣軍 對國家有貢獻 政感欣慰 所以 讓台灣住民成為帝國議員行列 廣開無名參與國政的途徑 因為造書讓我們可以參政 你的身份就從國民變成成成民了 是因為這一張啦 如果沒有這一張我們就可以 接到聯合國人民自決那個部分 去爭取獨立 就可以有那條路 可是因為這一張的關係 導致 我們現在的身份 被切割開來 我們都在看這一場戲 我們不知道後面就是 中國跟美國 還有 留在台灣的中國人在演這場戲 所以希望大家上這個課 因為後面還有很多資料 我沒時間給大家看 有的人的人去看之前的 這些音樂片 幫助大家在思想上做一個 那個 掙脫啦 時間的關係我們到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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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